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八年一遇的东西 就是煲焦了东西 我就煲老火汤喝 喝剩还有一碗左右 我把它转到这个小锅里 打算晚一点喝完 我打算移热它 放在电池炉里 不记得了 结果就弄成这样 现在左刮右刮都刮不够 刮花的锅底也刮不够 不可以硬你 要想办法 黏得很实际 我现在就试下这个方法 用柚子皮 用白醋来煮一下 朋友叫我用白醋和吉皮 我拆下家里有没有吉皮 有柚子在这里 我打算用柚子和白醋去试一下 白醋叫我用高浓度的白醋 但我家里有没有高浓度的白醋 只有这个白醋 我也要试一下 看它的效果如何 先把它煮出来 1,5元 如何也好 先洗一洗 如果用气就麻烦点了 也不知道煮到怎样 因为我是完全忘记了 在房间闻到焦味才去厨房看 好在我用的是电池炉 它干水之后会自动跳制 所以煮下夜千万不要走开 一走开就很容易忘记了 我平时也会教一下秒钟 限制时间 谁知道这次就忘记了 结果就成这样 放些白醋 放到它浸过的黑色 趁机开了柚子 吃掉它 好 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这里了 换一换它 好 它很薄皮的 很薄皮的 这个油 主要是剥皮出来 这个油皮 我现在就来这次了 把它切到小小的 我认为把它切到小小的 放下去 你看看草够不够 如果不够 我可以加到不够 这个时候也不能够 你也要放多些草 浸过去 烧火 我们现在用的气炉来煮 不要用电池炉 因为电池炉 它是瓷吸着的底 就是没那么好的 用气炉 现在也要试一下 黏得很实 调个慢火 让它慢慢滚一滚 我们看到它开始滚了 滚了一会 好 滚了两分钟 开锅 关火 如果锅铲碰它就似乎容易脱很多 原先是黏得实实的 果然 很容易脱 你看 这样子 筷子 这些醋是高浓度的 相信你现在还要快出 是快起的 很容易 转一转 一分钟也不用脱掉 真的好像蜜汁 很漂亮 细得比盐 拆的力度也不需要很大力 把它拆掉 完成了 用手袋来 撿起皮 清洗一下 可以了 很干净 我的锅里有些花了 是用锅铲 铲子有些花了 反而钢丝刷刷刷 因为不会很大力 用锅铲刷刷刷刷刷 有些东西 你觉得它很难搅拌的时候 真的要用自取 你硬来 不单刺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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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 可以用小酱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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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会用得多一些小苏打、醋会用得多一些 现在这样就省一点 用来就OK的了 要放一张纸在里面 刮花 擦擦 随便洗一洗 这些位置也要洗下来 锅了 用手按住在纳里 清洗一下 好了 放净起来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